妈祖王化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 不过对岸其实很多地方并没有传承祭祀的仪式 因为早在文革时期就被破坏殆尽了 也因此台南的庆安宫特别请出了台湾妈祖神像远赴宁波展开街头绕镜 热闹的迎神表演让当地的人觉得好好奇 浙江宁波市街头五楼五十百开正式 裸鼓喧天热闹恭请台湾贵客 六尊神像来自台南善化庆安宫以及大天后宫 专程搭击远赴宁波和对岸进行妈祖文化交流 七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展开绕镜 靠海的宁波也有妈祖信仰 多数人却从来没有见过此类仪式 虽然只有象征性的一小段路 精彩的迎神表演看得宁波人津津有味 蛮好的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 看电视你没看过 颜图还发放了小尊的妈祖公仔成为抢手纪念品 六尊神像在登殿仪式后 安坐在宁波的清安会馆加入当地的白面妈祖 比较激动 代表了我们两地的朋友特 当地的文化的特色的一种祭祀仪式 两岸同胞能够和谐进步 这次两岸的清安宫交流不只请出神像 台湾庙方还大规模展演了整套祭祀仪式 一切遵循古礼 希望宁波也能够传承下去 从绕境到祭祀几乎一整天的活动 台湾庙方一步步的示范也为两岸的民间信仰增添了彼此了解 中日新闻于威尔德 这张宁波采访报道